细嫩大腿上 布满一处又一处的瘀青 其中最大处 也有一个成人拇指大小 不仅发红还变紫 两岁大的幼儿 遇到幼儿园期间 却被发现这景象 做家长的忍不住脸书po文 之一新竹这家幼儿园 家长花钱送去幼儿班 其次第二天就大哭 晚上夜哭情形更严重 原以为是难适应幼儿园的生活 但只看到小孩腿上 被捏黑青的痕迹 家长这才恍然大悟 专业人员来检视 他就说是就是硬碟毁损 没办法再回去检视说 当天的状况 但是监视器是一直有运作的 不是说家长说的 就是有刻意去清洗画面 这个部分 面对家长质疑 被指控的幼儿园 请出律师代为回应 对于到底有无虐头 最关键的录影证据 原方坦承不知硬碟损毁 因此没有记录 却也反提出质疑 为何家长当天发现伤口 却拖到三年后才po文 就来原方这边调监视器 那原方这边也要求说 要请家长带小朋友 一起去医院验伤 事发之后 那个家长部分就希望说 就是离开不要再就读了 那原方这边也是就是配合 并且全额退费给家长 原方强调 幼儿园他原来 未曾发生类似事件 前三位教师 也都领有专业执教 不成管教过当 然而巧的是 家长却在上警局报案后 突然将脸书po文撤下 也拒绝对外发言 也让整起案件 顿时成了洛生门 接下来孟欣验禁语 西路报道